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坂坂你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静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今节我们就讲讲台湾地区其实这件事情 都闹得很大 有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 台拳道选手 叫做李东显 他就在 南韩举行亚太壮年运动会 台拳道赛事当中 他就拿了一份同牌 高举五星旗 之后就新披五星红旗 引来了当然我们觉得没什么问题 但是 赌内你就糟糕了 我们说过赌内的政治正确 你不可以讲统 只可以讲独的 讲独就是有勇气 讲统你就小心点 现在他就被人口珠不伐了 你知不知道现在安了一条什么罪给他 不是叛国印号 不是 是不讲乎德 这是什么罪来的 我想问 现在我 参加这个天下第一 舞蹈大会 七龙珠 不是我想起马宝国 马宝国先生 不是最搞笑 浩子为之 浩子为之 浩子美之 最搞笑的是台南市台拳道委员会 就质疑了 李东宴 为什么你为了个人发展要在大陆 原来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想问 因为其实台湾地区 他们觉得 你们应该留在我们那里发展 你没有空间给他们发展 他对我不行 他就说 这种人 甘愿成为了 这个统战的棋子 误导社会 你都挺没信心 玻璃心 你经常说人家是玻璃心 哎呀 一个人这样 披五星红旗 就令到整个社会 误导了 你都很差 你台南在心禄的地方 他就说 这些 有失体育精神 关体育精神什么事 体育精神 不是那些 刺术 还有那些 是用阴招 没关事 他说 遇遣诈 这样说 他说 李董倩 他在台南 这些绿媒说 他 很有争议 有什么争议 当然 他肯定 在台南 台拳道界别 对他评价不佳 最搞笑 评价不佳 但是 他偏偏 就是 不差你 大家都不想理他 很搞笑 这个绿媒说 大家都不想理他 不想跟他有瓜葛 也不想跟他有联系 他接受 这个《事由时报》 访问 一位 自称教过他的教练 就说 他 欺师灭祖 是真话 是他的原话 背叛师们 不讲武德 背叛国家 出卖朋友 背叛国家 台湾就不是国家 当然 出卖朋友 我想问一下 问你一句 他赢了奖牌 以个人身份 显示五星红旗 出卖什么朋友 不知道 你又不说 最搞笑的是 你当然是台南人 但是 并非台南 是 台拳道委员会的会员 也不是这个会的教练 人家也说了个人身份参加 参赛 他说到好像跟他撇清关系 他不是很重要 但是你死要说 他在台南没有合法的导管 也不能够在台南教 台拳道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说过是想回去教 他说他本来是个很有争议人物 他这个披五星红旗的行为 使得大家都摇头 大家都说不行 他说早在五六年前 李东倩因为跟资深教练 有财务的糾纷 而离开台湾 去中国大陆发展 那怎么样 我记得之前乌克兰有位 台湾地区的国际志愿官员 他也是 姓林的 亦都是被一些媒体说他有 财务糾纷 你们说这些个人问题 不要这么说人家 现在他这些都是个人问题 而且你又不敢说谁 有什么糾纷 又不敢说是什么糾纷 之后 他这次是以个人的名义 去参赛的 他真的是个人的名义 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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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他也说 但是 他身上穿的是 TPE 应该是自己製的 是中华台北的意思 但是 为什么 自己製的衣服又不行 高举五星红旗又不行 李东宪 最搞笑 他说 你这件衣服自己製的 为什么要高举五星红旗 混淆 这件衣服自己製的 但是 国际上承认的 这是一个中国 其实他写 台北 其实也是 没错 当然 联合国是否混淆事听 世界卫生组织是否混淆事听 是 之后 绿媒说 他为了在大陆发展 利用比赛 向大陆 在政治表中 贬低自己国家 这个世界上有台湾共和国吗 没有人承认 联合国没有承认 非常不可取 有违 体育精神 体育精神 你究竟知道什么体育精神 公平竞赛 公平竞赛 他有没有 用一些违禁品 有没有 刚才说什么 不讲武德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很搞笑 他说得好像古代 当然 这次 亚太壮年运动会 台拳道比赛 每个人都可以报名参 难度也不是很高 其实他就不断想参赛 好酸 他说 过去 李东倩也曾经 参加过我们的选择 选拔赛 但是实力不够 没有选上 所以他 从来也没有代表过台南和我们台湾 是参加过比赛的 那是怎样 不是他 我明白 以前没有 现在有就可以了 又如何呢 他也不是代表你 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呢 最搞笑的 他们说我们不紧张 但是你 相当地酸相当紧张 听闻 最搞笑的 听闻 熟悉他的教练都说他 是没有这个 没有道精神 即是叫做武术家的道德精神 没有道精神 不尊师重道 要大家不要理他 要大家不要理他 他喜欢出名 就和一些资深教练有财务狗分 所以他都不敢回来台湾 究竟是他不敢回来 不想回来 真是酸到 当然 那些路人的说他 台湾不知此 你说他都没用 最搞笑的 你经常说他想出名 现在你就帮他出名 哎呀 真是好笑 我们觉得 你们这么酸的 哎呀 就说 想去 最搞笑的 你想做 中国人就去做 台湾也是中国 是吧 你想 去做中国人就去做 台南知识 你说这么多干什么 其实他一直贏了的奖 如果 历史当然没有如果 但是如果他代表台湾地区 假设是代表台湾地区 你还不打罗打鼓 是的 最搞笑的 这位 有一位 叫做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 台南市的民意代表 他就说 你去想做 大陆人就去 现在他自己有去做 他是有去做的 最搞笑的是 你想做就做 现在他就做 他就说 他就说 你不要说你台南人 他没有说 还没说 一直都是你们在说他 是不是 你们说到那么大 其实 可能他就是 打算 真的 感动了 最搞笑的是 你说到那么大 他 更加 上了 大陆的媒体 批评 其实他说得对 台湾 是没有言论自由 你看 你口珠不乏 口珠不乏 他就说 你们经常 卖那套叫言论自由 有吗 都不容许有 和自己 你们说 读读当然是 是厉害的 但是统是不行的 是的 证明了 现在就 证明了 是的 当然 他说如果是这样 台湾真的变鬼岛了 看看你们 如何独裁世界 对不起 对不起 如果是西方 他们真是当看不到 他 他 都是说我是台南出世 但是长期在中国大陆工作 并且 在 去年加入共产党 我自己很少回台湾 不得 你们在说 他不敢回台湾 他自己 别人是不是不想回去 事实上 这个也不是李东坚 第一次做 类似的行为 在17年的时候 他 就是 拿了 马来西亚世界 俱乐部台拳道组织大奖 的这个 品势同牌时 他也是新批五星红旗 当然了 后来 可能 这个 最搞笑 可能 赛政府都知道 哎 好心这些陆媒 出来 减少一会 因为 你说他想出名 你现在就帮他出名 后来赛政府就发声明 李东坚是以个人名义参赛的 不是代表我们自己的 和我们的这个协会是没关系的 他一直都没关系的 是吧 是你自己 那么紧张 你搞成这样 是吧 不敢 后来 郑文燦 台湾地区 赛政府其中一个重要人物 行政院 的副领导人 就说 李东坚是没有经过这个台拳道协会 或者是体育署 体育署引号 你知不知道他们 轮来是什么意思 轮来 不知道 轮落 什么 轮转 为什么不写轮 轮来 现在好像轮流转 轮轮过来的意思 95 答8 他说自己呢 他都说 他自己报名的 并且他住在 这个大陆 也都加入了共产党 并且发展一些组织 但是什么组织你也不说 政府会按照相关的法令来处理 怎么处理 因为 其实他就是敷衍那些绿媒 因为他知道处理也没用 没得处理 其实 他个人身份而已 是的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你事由时复这么紧张 又说 他说他的私德有问题 其实就是这样 当然了 这个六委会 其实也是走出去 尼清之后 会依法处理 你怎么处理 六委会就说 台湾地区就说 呼吁民众去对岸发展或者从事两岸交流时 不应该配合六方统战宣传或者成为六方的统战样板工具 他应该是真心的 不过这么说 他就算真心 真心也好 他们都觉得你是收了钱 所以这些 所以李东倩说得对 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你看 连政府的人都出来说你的 最搞笑的是 他不是台南人 他住在大陆 他从来都没有强调自己是怎样的 是你们很紧张 那这部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